中央设计者为书台北22日电,台开公司董事长邱富生今天宣布,台开将启动未来进行是台湾新秀计划,选出未曾办过各展的创作者,到台开旗下的逐空间办各展,建议培育新苗,传承台湾本土艺术。 邱富生今天主持周周素人艺术家穆尼阿古雅纳的各展万物的庆典,穆尼阿古雅纳的指去开幕仪式,这项各展将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上的逐空间展出一个月。 邱富生宣布未来进行是台湾新秀计划将于10月11日正式启动,将临选出未曾举办过各展的创作者,到逐空间举办各展,期望能借由这样的方式,找寻在台湾的艺术新苗。 持续耕耘传承台湾文化。 邱富生表示,木屿自然而不造作,从土地上晕育而生的艺术最是感人。 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潘小雪也邀请其木屿和木屿的女儿布武。 未来到当代官举办母女连展,新台湾壁画对策展人张玉芳回忆。 当初带着木屿和布武一起到威尼斯作画的情形,肯定原著名在国际舞台上的光与热视独一无二。 木屿感谢台开竹空间给他展出的机会,希望所有来看展的人能够感受到他画部中的喜悦,也能带着喜悦走出竹空间。 用开朗的心情生活。